西裝鼻挺榮光煥發 他是富商陳萬天 涉入台光甲交易案 承認金山財神廟董事長 台光公司副董事長的 鄭南興是大股東之一 還在法院外拉布條 預侵法官從重量刑 不要抓小放大 二零一五年以製作登據聞名的臺灣日光燈公司 因積欠巨額債顧 遭債權人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時任台光負責人 擔心公司資產全被拿走 淨火同子公司 臺灣花滿泰魯閣負責人 簽入甲值災買賣合約 營造台光積欠賬款假象 希望稀釋其他債權人的分配比例 司法單位啟動調查後 發現幕後黑手就是陳萬天 他這個掏空說我太厲害了 他不用半毛錢 整個把臺灣日光燈吃掉 太欺負善良老百姓 三萬股東的股票全部變白紙 一名臺灣公司是對臺灣花滿公司有債權 依然變成負債 負債兩億多 那當然是影響到公司的資產 其實陳萬天爭議不止一樁 十一年前兒子和朋友撲會晤 鬧出風波太陽花女王劉曉安也曾指控 陳萬天逼債才會害他從事性交易 零波的電話未開機 請稍後再播 現在又捲入掏空公司疑雲 陳萬天電話關機沒有回應 只是鄭南興手上抱著一大箱股票 瞬間變成廢紙 受害股東也組成自救會 決定抗爭到底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